SE董卓,黑科技来了,谁还敢说董卓不能玩? 这时候已经有人在测董卓了,兄弟们,聊不得了,聊不得了,白板的董卓呀,这可是,这是白板的董卓,兄弟们,文武家绝地,看见没有,我刚才第一个号扫上来我就说什么,董卓就带文武家绝地,如果是一赛季的话,当然到PK赛季,我建议还是刚勇家,剁龟, 上乌图谷也是最佳搭配,你要是在群阵营再找一个动兵跟那个董卓搭配,就是乌图谷,其他人我感觉都不太行,华佗也不错吧,华佗也不错,可以啊,这套阵容连穿很多啊,想抄作业的抓紧抄啊,今天来到就是赚到,啊,董卓的这个实测阵容现在市面上的视频太少了,大家还是都在处于一个都在测周围的阶段啊, 我们拿几张战报先看一下,好吧,看一下董卓的输出啊,看战报了啊,看战报了,兄弟们,现在不看更带何时,兄弟们,震惊了没有,这是什么输出,这是,庞统那个级别的武将的输出啊,兄弟们,庞统级别的输出啊,不说了啊,看一下下一场, 哦,我靠,兄弟们,这个绝对是庞统,法阵,啊,不,法阵,张角,陆逊级别的输出啊, 两万五,什么伤害,兄弟们,两万五,什么伤害,打主流队伍,打主流队伍,得找一找,九千啊,这个打了九千,这个又打了一万五,董卓可以,打主流队伍,那我又得找一下,主流队伍就是什么, 桃园是吧,桃园五股枪那种,看一下,这不就来了吗,一万七的输出,怎么样,怎么样,谁说老武将不能玩了,哇靠,这个对于SE来说,这个对于SE来说,已经强到爆了,这是一万一,兄弟们,这是一万一,兄弟们,打的是酒吧,打的是酒吧吗,哇靠,还真是酒吧, 满几酒吧,董卓打满几酒吧的战爆,兄弟们,不错啊,不错啊,兄弟们,这个董卓可以,名流史册了吧,兄弟们,怎么样,打最强的天枪,怎么样,来,今天看到就是赚到了, 董卓打天枪,以前的董卓敢想吗,碰见诸葛亮,他都得,他都得刨个坑把自己埋了,一万八的输出,打天枪,这个是不是主流队伍啊,我也不知道,你们给我科普一下,这个是不是主流队伍啊, 啊,打的咱也不知道,这个是不是主流队伍啊,是不是,哼,又是打天枪,我靠,我靠,连战天枪啊, 两万六,打两万九的一个天枪,输出一万六,最后打赢这个天枪,不错啊,不错,三万,啊,五十打五十几啊,确实,太漂亮了,可以啊,兄弟,司马双,回头联系我做视频吧,好吧, 好了,继续吧。